在前面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2017年的OBAC和Legacy 新年设和新款式 在同一车型里还会有不同的Trim Levels 就是内饰等级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OBAC和Legacy有什么不同的Trim Levels Trim Levels来自Trim这个字就是香边 那在过去的车款里不同的Trim Levels或者是款式可能差别不会太大 那比如说不同的价钱你可以买到不同的内饰香边 像塑料金属或者是木头 那座椅上面可以是仿制品的座椅 或者是仿真皮的或者真皮的座椅 那在今天的Trim Levels里面差别可是很大 包括发动机和变速箱 我们看一下在今年的2017年SUBRAW的OBAC和Legacy不同的Trim Levels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这些Trim Levels就是内饰等级 是厂厂的固定组合 比如2.5升发动机提供4个Trim Levels 3.6升发动机有2个Trim Levels 除了车身、内饰颜色和材料之外呢 Trim Levels可能还会影响到车上可选的功能 同一个功能在低端的Trim Levels呢 可能不会提供中档的Trim Levels呢 可加或者不加 在高端的Trim Levels呢 通常都是标准的配置 不需要选了 说过了OBAC 我们也要说一说OBAC的轿车兄弟 Legacy 在2017年的Legacy里面呢 offer了5个Trim Levels 就有2.5升发动机的 2.5i 2.5i Premium 2.5i Sport 2.5i Limited 还有3.6升发动机的 3.6R Limited 那这些所有的Trim Levels呢 都有Subaru的对称全轮驱动 那Subaru这些Legacy 不同的Trim Levels里面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除了最基本的2.5i之外 所有的型号 都有可选的iSight 和声控导航系统 盲点探测 和车后横向车辆探测 在2.5i上不提供 在2.5i Premium 和2.5i Sport上可选 在两个发动机的Limited版 这都是标准的配置 18圈轮毂在2.5i Sport 2.5i Limited 和3.2i Limited上是标配 而皮座椅呢 指在两个Limited版是标配 而在其他的Trim Level上都不提供 观众朋友 买新车看来不能够像点菜一样 从车身内饰颜色 到附加功能一样样 点下来 当你了解了Trim Level 或者是内饰等级 对颜色或者是功能选项的影响之后呢 你买车选车的时候就可以游润有余了 还有呢 如果你在考虑买新的Subro呢 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期了 从现在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呢 Sair Montes Subaru呢 会有这个Share the Love Event 就是从他们每卖出的新车的利润中呢 会捐出250块钱给慈善机构 那你既买了新车又做了善事 还有呢 Sair Montes Subaru还会送出两张的 去Sierra at Tahoe的滑雪计票 给每一位买新车或是租车的客户 那就是总值800块钱的滑雪计票哦 那没有比免费滑雪开着新Subro 这么爽的事情了吧 那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和Sair Montes Subaru 对我们这一次拍摄的支持 下次节目再见